江人丹顿来自日战马产区的顶级品牌之一 如果他要是在上海展示他的新品 他会选择什么地方呢 静安中心的张园 就在这里 就从他选择的地方来看 我目测他的内容会很精彩的 据说这个展览能办到我也得 赶到不赶晚 咱们看看这个展览里哪些东西最值得一看 走 大家玩表注意 有一个品类不是所有顶级品牌都有 但凡有这个品类的一定是顶级品牌 这个品类就是梅切大和系列 就是艺术大师的意思 江战顿的就是常年出品艺术大师系列的 今年这款新款呢 用的是古埃及的诗身人民像 然后他这个表盘上除了诗身人民像以外 还有一个图案 是从木乃伊棺木上取材的 别担心啊 是图案不是材质 那么现在问问你 江战顿的这个艺术大师系列上 他用了哪些工艺呢 评论去告诉我们 江战顿这次的梅切大和艺术大师系列 是跟巴黎卢浮宫合作的 相信很多人已经说出了不少 梅切大系列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工艺啊 这里呢刚好展示了江战顿 艺术大师系列所用的四大工艺 雕刻啦 鸡漏啦 江战顿不叫鸡漏啊 叫鸡客雕花 其实应该叫鸡漏啊 这里展示的就是江战顿的鸡漏作品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鸡客雕花啊 鸡漏怎么漏的呀刘老师 这个问题问得好 很多人啊鸡漏和雕刻傻傻分不清 我们就用这个作品呢解释一下 在这作品里呢 有些部分它是不规则的 这个呢是雕刻出来的 但是呢 在不规则的图案之内 它如果是有规则的元素的话呢 这些元素是鸡漏出来的 还有什么呢 法郎工艺 还有最传统最传统的就是珠宝镶嵌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江战顿艺术大师系列呢 还有一款作品就是大刘式的狮子 我们看看这款表上是怎么运用的江战顿的四大工艺的 它这狮子肯定就是这个金雕了啊 背景里的这个绿松石呢 属于这个镶嵌的一种 但是据说选材啊 还有拼接啊 是极其难的 所以这款表上有胶刻 有镶嵌 那么在其他系列呢 还有法郎工艺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石神人变像那个表盘上 我们说到用到了棺木的一些图案 那个图案就是法郎的 腕表为什么要自动 不是为了节省你上前的时间 而是因为自动可以让手表的防水性大大提升 这个房间里纪念江战顿在50年代生产的第一款自动上前的万表 现在这个万表系列叫五六之行 顾名思义啊 纪念的是江战顿五年代制造的初代自动上前的万表 自动上前了 不用手动上前了 它的各种性能都全面的提升了 大家知道江战顿是来自瑞士日内瓦的古老品牌 日内瓦产区呢擅长的是精美的机心做工 还有内外修饰 而且擅长把复杂功能组合在表里边 但是咱们现在更多的表演呢 更喜欢豪华运动表 江战顿的豪华运动表就是这款 它叫纵横四海 听这名字啊 很霸气啊 作为日内瓦产区的豪华运动表 它必须具有鲜明的日内瓦特色 大家知道日内瓦的背景吗 它擅长做珠包手势 所以呢 江战顿的哪怕是豪华运动表 它的造型上也具有很高的颜值啊 比如说它的表壳 是采用了马尔他十字的元素 常看我们节目都知道啊 豪华运动表必须是整体式造型 像手链一样设计 从表壳到链带一体化设计 颜值很高 运动性能也达到了 游泳和桑达的需求 当然最好还是别带着去游泳啊 尤其是桑达 不是别的 怕丢了 一说江战顿的豪华运动表 大家肯定想到的是纵横四海 但是呢 江战顿还有一个分支 就是222 222呢 也可以说是江战顿豪华运动表的初代形态 就是这个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 222是初代的豪华运动表 但是在222诞生之前 江战顿已经在豪华运动的方面 做了一些尝试 这款表就是叫 Cronometer Royal 它的造型跟现在某些爆款是不是很像 也是整体式造型啊 多件是表格结构 它的诞生呢 比222还要早 222是77年问世的 这款表是76年问世的 222呢 也是纵横四海的灵感来源 有了222就有333 它们在恋代方面还是有共同的地方 接下来呢 又有一款对纵横四海诞生 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这就是Phylias Phylias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你看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特征呢 直接被继承到了第一代的纵横四海上 说来说去啊 222被认为是纵横四海的灵感来源 但是呢因为它太有名了 所以姜石丹顿又做了一批复刻的222 就这样 你能看出这两块表的区别吗 能看出区别的打出弹幕来 但是我估计你应该看不出来的 姜石丹顿的豪华运动表 如当年的Cornometer Royal到222 333 Phylias 最终进入了纵横四海的时代 这就是第一代的纵横四海 如果你看到过前面的Phylias 你就会理解 为什么第一代的纵横四海 这个地方是这个样子 Phylias刚才那个表 这不是有一个凹槽吗 从第一代上就有这东西了 做个运动表怎么可能没有纵横四海的纵横四海 这就是第一代纵横四海的纵横四海 我们都知道 在豪华运动表方面 有一个明星设计师 但是我要告诉你 姜仁丹顿第一代的纵横四海的设计师 也是一个明星 叫Dino Modolo 这个人一直活跃在万表设计界 他还参与设计了其他品牌的豪华运动表 纵横四海有了第二代 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被这个表白所误导 这是一个很稀有的款式 左品吧 我们看看正常的第二代 这里有一个复杂功能 就是两地石 这个就代表两地石的调教 第二代纵横四海 它保留了第一代纵横四海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八个角的马尔塔石石 但是它的一体式链带设计在中段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段也体现了马尔塔石石 大家都知道纵横四海实际上有三代 刚才我们介绍了第一代 设计师是Dino Modolo 第二代是Kofman 然后现在是第三代 第三代是什么样呢 第三代有一个外部实别特征 就是它这个表圈上那个六片 以前那是八片 现在是六片 更简洁 另外呢 看不到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机芯也做了全面升级 现在的纵横四海 是自产的自动上线马表机芯 这么高级的机芯一定是带助轮的 江士丹顿这个品牌怎么样 简单说 它是顶级产区 日内瓦产区的顶级品牌 作为顶级品牌 最拿手的肯定是复杂功能啊 为什么这里没有呢 不是没有 是时候没到 因为有保密协议 我说一下这个新款的名字 大家想象一下啊 传习系列 驼飞轮 逆跳日历 开放表盘 关注一下 我肯定会讲到这款表 今年的江士丹顿这个活动啊 关键词是解构之美 我们看了 Mate Dark系列 那个四大工艺 我们还看了 纵横四海的前世今生 我们把纵横四海的三代 都做了一些 简单的介绍 但是我告诉你 这里的内容太浓缩了 建议你亲自来看一看 谢谢大家